想和大家進一步評論一下何桂蘭在47人案件的表現 對我印象最深刻其實就是很多人在那裡辯護 你會發覺除了少數媒體很有專業很有耐性 很有服務精神的詳細報導其他人的辯護之外 好像人們已經丟淡了對47人案件的關注 直到何桂蘭現在出來辯護了 忘記後面還有哪些人 但是所謂溫和民主派的人全部都有很多位置做了辯論解釋 通常你感覺是什麼呢?他出了時間就說我不知道 大多數就說我根本沒有留意時事 或者我沒有留意戴藥廷說什麼 我根本沒有簽到很多東西我也不知道內容 我又沒有去開會 盡量把自己變解為不知道情搞錯 這個我就不評論他的專業性了 這個可能是對的 專業性 但是很明顯他們就不是有政治家的風範 沒有利用到審判在歷史裡面 所有審判其實都是一種宣揚政治的良好機會 甚至審判裡面有精彩的內容留下就成為歷史文言 包括歷史裡面的重要事件 包括卡斯特羅的審判 包括台灣美麗島陳水扁做律師 很多呂秀連很多人被審判 面臨生死的問題 簡直是近乎軍法審判 結果逃過一劫 現在做了總統 所以很多事情這些被審判的人的表現 將來就會成為人家津津樂道的一些話題 卡斯特羅結果做了什麼 當然不是 很多人就不知道什麼事死了 在一些不公正的審判裡面 但是個人的精神其實是最難消滅的 就是說 也都是那場戲 劇本人家寫了 那你在裡面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好的位置 你有權找一些好的位置 4日7日這個審判 去到尾 我相信都會再一次令我失望 就是始終劇本是有的 純粹是輕重那裡可能還有很多位置走 我想大家都有相近的感覺 當然我們都祈求突然間有意外出現 有個別人士 有一批人得到無罪釋放 當然就不包括那30個 那30個就沒有意外 就是認了罪的就不會有意外 你認了別人指控你的東西 認了一切 最少你不認了 那30對49 在歐國49 還有16個不認 實際上是大多數 三分二 那 坦白說我是令人失望的 包括重要人物 戴耀廷也認了 那一開始你又搞 有時候很難理解 因為你有個理念 大家不是跟你的法律知識這麼簡單 法律知識是信你 理念大家更加清楚 不是講法律條文的東西 是不是 你說沒問題 大家一齊來加入 包括投票的人來做義工的人 捲入的人何其多 你都不要再計在整個運動過程 是受到你這幫政治人物的感召 是不是 很多人因此而 下半生都改變了 就是有個 你不要以為有的移民很高興 是不是 是改變了下半生的 移民的人不一定是風生水起的 可能平淡一生的 因為本來香港可能好 移民 又做不到些什麼 那就屈 別說我移中了 改變了 所以你的政治理念 政治人物去到一個審判過程 是政治理念 宣揚的好時機 人家都搞清楚究竟現在什麼事 為什麼你這幫人搞生 搞到現在好像整個立法會都散了 不是你們沒有了份工 你是令到整個民主倒退 那你都交代一下 就不要只是想著自己 減輕得一些就得一些 是不是 認了罪 還有一些很令人失望 人主派的 就是年青才俊 做了控方證人 整件事就拿出來 這樣也還好 基本上雖然這件事就好像是很神秘很野蠻 但是野蠻都叫做攤開給你看 有什麼證據 過程如何 怎麼理解這個法律 全部都是清清楚楚 我相信將來有人出一本書 但是這本書就算是記錄了所有東西都好 其中值得我們清道的人是不多的 何貴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審到八十天了 即是第一次有一個被告 在從一個很原則 很民主理念的原則裡面 很清楚說為什麼我要參選和我要做什麼 也都毫不迴避 我知道的 你是差 當然我不認是顛覆 但是你是完全準備推翻 否決它 跟著它反問一個非常之好的 其他片我之前評論過 這個議案不好為什麼我不可以反對它呢 是不是 九十幾個 九十幾樣東西搭在一起的財政院書 當然應該否定它 當然了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說法 因為所有議會裡面不見得因此而倒了 別說政府倒了 美國時事都是這樣 通過不了財政院選案 拖拖拖拖 最終就講好數 這些是常識而已 是不是? 竟然突然間拿著一件這樣的事情 殺後介事審了八十天 就說你們是顛覆政府 違反國家利益 諸如此類 這是應該做的事情 簡單來說 你知道有件罪不要說得來 大家都當作自己不對 不只是你們 整個社會很多人與你同在 你們的表現是不是很令人失望呢? 我講其他人 我唯一去到何桂蘭 大家要想想何桂蘭 我現在記得他的名字 是不是? 即是開始審的時候有這麼多人的名字 是不是? 阿何何何蜜 我的樣子記得了 美女是不是? 但是呢 究竟他的名字都不容易記的 好了 到現在 志同今日之後 真的是 和周幸彤一樣 本來是平平無奇的 這個熱心社運的女子 現在變成英雄人物 主要是她的表現 她的表現是相當令人陰沛 當然她不會因為她的表現出色 就各有罪她沒有罪 要不然可能引致所有人沒有罪 又會不會 大家信不信呢? 我相信都不敢記起厚望呢? 她自己明不明白呢?當然明白了 其他被告明明也明白了 現實來說是爭取更最好的待遇 或者 局官真是順利 你不知道 這樣放一兩件吧 這場遊戲總要有五光十色 有人入罪 有人重判 有人輕判 有人意外地 哦 法律是公正的 你沒有罪 你不知者不罪 放你吧 你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可能引到很多人這樣 但是我反過來問 你如果有一套想法去參選 或者是藉這個選舉改變這個社會 你是不是應該趁這個審判機會磨判 托出 而不理會的結果是怎樣呢? 我暫時只是看到桂南河女士做到這件事 所以很奇怪的 本來一談死水的審判大家都已經 所以 開頭由一天一條片 一個禮拜四五條片 就是到五十條片之後 一直少下來 一個禮拜一條 那麼濟呢? 突然間何貴南出現這條呢 就是我談論他的第二條片 是不是? 為什麼是這樣呢? 這些才是值得大家心思的 人生在世才不只是他 那我做評論又如何呢? 做評論的人 平日誇一誇一誇很容易 做記者做評論 很正義啊我們報導這件 報導那件 安全的情況 有危險就遠走他方 然後繼續在那裡扮什麼? 是不是? 就是 這些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在眼裡繼續扮演 還說自己走是對的 諸如此類一歪你 那麼這些 過了人 過了不過了自己呢? 可能很多人覺得 被你崇拜你 聽慣了你 你說什麼都對 繼續追聲地追著你 但是你有沒有一點點慚愧呢? 對不對著自己呢? 信口開河那裡呢? 那麼 貴南肯定就不是了 他自己不問其他人怎樣 不問三十 四十七人其他人怎樣? 他自己 清清楚了他就說回自己 整個心路歷程 我很肯定他很精彩 但是呢 不會有助他脫罪 不會 因為你要全程類就 你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也都明白這件事 一定明白 所以他呢 不是計較得失 趁這個機會呢 將他的理念宣揚出來 這個才是一個最清楚最高的境界 他也都事實上達到了 因為這件四十七人審刀案 在香港的歷史 世界的司法歷史都是一件有特別的事件 也都一定會有民憲 書籍流傳 但是重點跟著在歷史裡面呢 那些人就會找這件案裡面的特殊人物 貴南呢 我現在就會選他第一個 即是在這個審訊裡面 因為他正如以前那些被審訊的政治犯 結果 即不是結果啦 是脫了身 或者不脫了身 著名的審判 都是出現一個現象 你被告的人呢 據你力爭的時候 你好像是審判回審你的人 政府審你的機構 或者突顯了整件事 一個司法公義雖然後面這個女神 我們雖然都是欣賞的東西 但是她是有很多指是非 很多不對的缺陷 甚至是借他 比如現在就是借司法的尊嚴去做一些打壓人權的事 而那些官員有意無意 或者她不知道自己做了 這個呢 都是令她反省一個好機會 就是在審判過程裡面 大聲疾呼 將一些我們基本的價值說出來 是不是 若為講回桂林已經 這條片短短的 我不想詳細讀那些 你看到的資料 大家會看的資料 大家提一提大家 是不是 首先她開頭的時候 她說她是準備否決財政書案 那她質問為什麼不能否決 這個真是很簡單的道理 你不要我們要否決 還有你不應該答單很多無謂東西放進來 逼你通過 我為了否決她 我認為合理就否決她 那五大訴求她認為未完的 運動她也認為未完的 那這些全部是不利的 喂 你在辯方她的律師的立場 那你這樣說 你的意圖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 就是你適合到控告方指控你不負責任這樣 肩幅吧 諸如此類 但是她沒有理會這些 這個是難得的機會 但是這個簡單的 將我們最簡單的是非對錯 拿出來一說 是提醒了大家所有人 原來我們有些基本的觀察 我們一直堅持沒有錯 我們沒有錯 是你錯 不要說得多 鄧炳強 你現在出來講得多 這幫人差 這幫人賊 這幫人對不起社會 對不起國家民族 搞爛 搞壞她 是不是 聖美勢力做代理人 現在桂蘭就說不是的 我作為一個去北大讀過書 我見過國內的情況 我現在很簡單 所以很值得聽 人本來就是有一套 我有一套 簡簡單單單 是不是 是個社會令你複雜 人可能自己很簡單 說完了 桂蘭只是簡單講她自己信的東西 她的看法 這些本身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清清楚楚 對所有年輕的 有疑惑的 不管你是藍還是黃 你對這個審判 這些事情 有疑問的話 你應該看到這些 衝擊你的思想 這個就做到了 講得太值得欣賞了 她也接近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社會主義者不等於有好處的 因為你就是左 她是左的思路 她說自己判定不了自己是不是 謙虛 她是左 左派的思想 即是規劃改革的意義上 規劃攬炒 這些又糟了 你肯定攬炒 不是 我們提一下意見 大多數被告解是這樣講 我們盡量提意見 希望改善 不是 我們不怕 攬炒就攬炒 那她直言這些東西 直言危機 不是一件壞事 什麼叫做憲制危機 有危才有機 你有危才會改進 這個又是釘地有聲 我們肯講這些東西 最後 最新她在法庭上講過什麼呢 她就引包紙地說 司法基本上已經敗壞了 建制危機不單不負面 法治是無存的 直指 法治無存 當然了 官就皺眉了 我們在做什麼呢 讓官想想 你不要以為官大幾年 讀很多書 讀很多樓 就一定是代表真理 她沒有人刺激她而已 刺激她想一下她自己為什麼坐在這裡 做什麼呢 可能她自己都忘記了 是準確描述 她說 是準確描述 那些走了那些 不只是抽水讚賞的桂籃 《國安法》曾出現要走就不是可能一輩子都走不了 最終可以DQ了的理據的想法 她想過了這些 她知道被DQ的機會很高 看回頭她是不是進不了決賽 初賽 但是她很清楚 她又不是什麼紅的人 應該掃人出來 她不是一個重要人物 但是以後她是重要人物 如果還留在香港 因為她一般人 看慣政客那些呱呱奇譚 那些包裝了很美麗的說話 你那樣真 但又有智慧的說話呢 不容易的 以後令人刮目相看 她再留在香港呢 終於有機會參政呢 絕對我們要支持 是不是 最終決定留港了 那些走了的不要抽水 抽得那麼緊要了 反省一下 因為是明知有危險留下 這些認為必然DQ依然是參與 這樣呢 因為呢 求民主的人如果不反對的就是自相矛盾了 就簽了麥洛無悔 她是理解的 深明議會絕非抗爭終點 這一句 麥洛無悔裡面 八十九天 終於這幾天看到有一個何桂林的反審判 我一直說 你這些審判如果是不公義呢 你反過來審判這個官 審判這個制度是最好的 是 指出制度崩潰 法治無全言論 那麼呢 這個主問 他的律師引他講 其實就是夾定 主持問你這樣 他想講 你是不是對政府有怨恨呢 是不是hate speech呢 講完這些事情 引導大家是不是 軟對抗 這句就很精彩了 不值得那麼多人浪費精彩的怨恨 的確 鄧炳強 李佳超 我沒有怨恨你 我笑你 我花精彩是笑你 比花精彩是怨你 連花時間怨的價值都沒有 笑他的價值還是有的 正然對政府非常不滿 制度崩潰 不要整天我們煽動的人民是恨政府 根本的人恨政府已經恨政府出了面 恨警察 憎警察 都出了面 不是有人煽動 這些自己要反省 好了 他也引了包子金講 2018年曾經講 中審法官一個名官 退到入 現在還是非常暗的 敢不敢叫他來做這些案的中審審判的人 法官 是不是 有四個獨立的標準的 認為香港沒有了 第一 司法獨立不會招令直改 憲法 這些如果讀Juice students 所謂法理學 都很多這樣的理論 法論有很多在條文之上的價值的原則 比如不可以有秘密的法律 是一定公開給人知道 是不是 就是要尊重人權 那 有些人覺得不是的 不可以殘暴 要被人看到 審判的過程 這些做法 要無罪推定 這些大家都會知道是什麼 這個四個司法標準是包子坎改 但是都是合乎一般讀法理的人 第一 不應該招令直改 第二 權力分立 他沒有三權分立 不過有一定的制衡 現在香港有沒有呢 很岌岌可危 如果有都是因為我們還有這些 好像我們這些這樣 大聲疾呼的人 那我們有什麼能力去制衡這法官呢 是不是 我不覺得自己 因為我沒有權力去制衡他 我只是用道德去 逼他 不要那麼過分 人權要符合國際標準的保障 這樣很多官都不同意這個 人權不是必然的 不是絕對的言論自由 不是絕對的最輕斷章取義 但是呢 你知道了 大家其實他們都明白 國際標準 看多些資料就知道了 國際標準 不是 他是抽一句來講 現在為了 幫了政府的官 律師全部都是這樣 法律言論自由不是必然的 那你就可以 遠對抗啊 你唱國歌啊 這些不是表達自由啊 影響國家安全啊 那就 判有罪了 可以 這樣呢 這些就不肯跟國際標準 還有這個 這個就沒有的了 不可以 申請有法治代表 暫停民主法的步伐 這個個人意見而已 但是這四樣東西 你是你們 你上面的官 先天下國理的那些官 曾經說過 引用出來 你都令到法庭裡面的官 其實他們是沒有什麼的 這三個官 陳慶偉、陳家 陳家 什麼 陳重恒 陳頂偉、陳重恒 李運騰 這三個沒有什麼的 就是他們已經預料了 但是總算呢 讓他完善地說完 你看到一開始幾天 整天想折著他 我們不聽這些 不要說這麼多政治理念 你不用管他 堅持就可以了 堅持就可以了 因為他有個框 有個劇本 距離太遠 他做不到事情 是不是 不想你說這麼多話 法律就法律了 跟那些條文去解釋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說那些條文 本身有愚蠢的地方 有不對的地方 我們是不應該盲目跟的 已經遲回了一個法官能夠做的 他要好創意 我要捍衛你權利 我辭職命志 就不會了 大家不會的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桂南的智慧當然她都知道 但是依然要利用這個機會說出來 他說他個人公開發言要求很嚴謹的 只有事實幾句 他同意香港很多人怨恨政府 不用人鼓勵 不可能假設因為怨恨情緒沒有理性基礎的 生氣你還生氣你 我生氣你 我罵你不等我沒有道理 是不是 又不用人家煽動 個個自己判斷 是不是 他說國安法通過之後怎樣 簡單來說就是依然入罪 大家現在看到了 反正都是了 他自己知道的 我是最欣賞這些了 不會現在 我當初不知道的 我無意嘲笑那些 很多認識的人 不過 就是 知道那怎麼辦 判我有罪 歷史會判我無罪 這個就是卡斯特萊說的 我相信 恆彤是 不知道會不會 最後爆一句 歷史會宣判我無罪 這樣就不用了 法庭以外 一般我們 覺醒了的市民 覺醒了的人民 都會認為你無罪 那就夠了 好 多謝大家聽這個評論 這個評論 我們下一個評論再會面了 多謝大家